我加入體育班之後 我還是維持我功課 然後在功課上 拿到校排第八成績 說服我爸媽 讓我持續練田徑 我們孩子本來就有 科業高成就跟低成就有 我們只是在不同的環境之下 去選擇自己擅長的一個科目 然後去做執行 全中運前三組 選手們都能夠 有一個目標 有一個方向 能夠在這三年當中 有創造他自己的一個 個人的一個家機 對於整個體育的 硬體設施的改善 都有 對於成績的提升 都有很大的一個幫助 在桃園培育體育選手 可是一件不容易的挑戰 除了專任教練的投入 在軟硬體設備上 從國小到高中 三級的銜接制度 更需要完散 才能讓學生選手 不會學習斷層 教局不斷 挹注經費的支援 在各校開設了體育班 投入教練群 也就是這樣 在各場賽事上 桃園的選手 都拿下亮眼的成績 他們也用實力來證明自己 現在就讓我們來看看 桃園的田徑體育班 是如何培訓優秀選手 田徑體育班培育的學生 專長不只有一個項目 從100 200 400到800 接力 跳遠 標牆等等 都是田徑項目 國中端教練也會 依照學生的強項 去做重點加強培訓 要讓學生找到專長與方向 訓練規劃的話 就一個禮拜差不多 我們會訓練大概 五天半的左右時間 那其中會有兩天 會是速度訓練 那兩天會是速耐力訓練 那訓練方面的話 會多比較傾向於教導 那也同時也算是他們的朋友 就是跟他們多多聊天 然後其實要聊到他們心裡面 他們也其實對速課這一塊 也蠻有幫助的 而不是說只是說一昧的 只是執行的專項訓練 而沒有去深入他的心 不知道他們到底想要什麼東西 這樣子 經由訓練以後 他們從不會到會 然後再來就是他們學習到 更多對於田徑項目 該有的運動知識 那以後可能 對於他們上了高中啊 出了社會 當然是除了訓練以外 我們希望他們學到的就是 運動場上的精神 以後帶出去 不管是面對課業啊 或者是出了工作 他們可以去應對 原則上他們來自 就是一定是不同的家庭 所以在體育班的小朋友裡面 他們的環境會多多少少 會有一點點比較不一樣 所以首先還是會先去了解說 他的家庭的狀況 然後再去針對每一個小朋友 給予不一樣的意見 有些人就適合要 很多次很多次的溝通 那有一些人就是 一點他就可能知道在講什麼 在專長重點培訓前 不會太早給國中端學生選手 做一個所謂的定位 是希望試信巴塞 讓學生在科研與專長上 可以並進 我家人認為體育可能會影響功課 不想讓我 不想讓我的功課掉下去 所以當時有點反對我加入體育班 我加入體育班之後 我還是維持我功課 然後在功課上拿到校牌第八的成績 所以說服我爸媽讓我持續練田徑 一開始是不太支持的 因為他覺得就是出去會 走不出什麼成就 他說就只會跑步 頭腦簡單事事發達 然後我就跟他講 我堅持要走這一塊 因為我很喜歡 然後要相信自己肯努力 會有成就 然後他就說好 那我真的這麼堅持的話就去吧 平常日正訓練 然後不要讓他覺得我 就是都在混 然後跑出點成績給他看 教練教給我的速度技術 還有做人主事的道理 讓我在這三年成績 也可以突飛猛進 因為田徑有很多項目 然後練一練發現 就是很多都不適合我 但是呢到後來就是 有一場比賽 教練會要找就是可以跳高的 然後就是全隊流下去試 到最後就是剩幾個 然後我也是其中一個流下去 當初就是興趣 就是就覺得好玩 然後就參加前進 然後就是 因為我是到國中 才開始轉跳遠這個項目 然後其實自己也沒有想過 會有這麼大的成績 就是進步這麼快 就是可能之後會跟教練討論說 高中要繼續往其他項目發展 還是繼續做跳遠這個項目 我覺得台灣最大的優點是他很直率 他個性真的是一條直線到底 但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優點 因為他就比較不會去 太容易想東想西的 那你如果給他一個很明確的目標 然後這也補給他的興趣 他就會抵直地去衝到底想要去玩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棒的特質 教育局幫忙 那麼給我們這些資源 我們才有辦法對於學生的訓練 能夠更完善一點 那麼另外一方面 每一次的比賽 在桃園市來說 真的是也是非常的 對於學校幫助非常大 桃園國中的體育班 向來在大家的支持底下 成績表現都非常的卓越 那在體能訓練的部分 是我們每天早上都會有體能訓練 那他們的專長課程 是依照108課綱的部分 來做專長課的規劃 所以是從下午的3點到5點 做專長課程 但是我們的教練非常的勤奮 所以也跟家長做了一個商量 跟行商的部分 就是禮拜六的早上 我們也會來做體能的訓練 田徑項目的體育班 在國中端有20所學校 如何透過三級制度的銜接 讓選手培訓更加完善 教育局也投入支援經費以及教練 就我們整個桃園的 運動的環境來講是 其實是非常優質的 對於整個體育的硬體設施的改善 都有對於成績的提升 都有很大的一個幫助 那我們也希望能夠加入更多的 專任運動教練 來提升我們整個桃園市的一個 競技的水準 我們的體育班 有論是田徑或游泳 我們的設備都很不錯 體育一些田徑來講 我們為了孩子的健康 我們有網護員來照顧他們 他們的健康 譬如說他們需要很強的 這個肌力的訓練 所以我們的重量訓練 那最近我有掙批 掙批到一筆經緣 我們要重新來建設一個 他們的重量訓練的一個空間 讓孩子無論情緣間 都有能夠得到最好的照顧 目前有三所高中設置田徑體育班 有桃園高中 永鋒高中 揚美高中 其中桃園高中在各項田徑項目賽事 也拿下不錯的表現 體育班帶給我最大的收穫 應該是在很艱難的地方可以學習 因為每天教練他們都會出很艱難的課表 讓我們去做 我們要去學著怎麼樣把它完成 我覺得就是我在這邊學到最多的 在其他方面就是覺得 貼餅這一塊我不叫可以拿捏著穩 那在我們桃園高中 我們都是以鼓勵代替責罵的方式 來陪著小孩們成長 所以他們在遇到挫折的時候 我們有時候也會透過經驗分享或是請 或是在大比賽之後 我們都會透過一些學生的檢討會議 會議上面就有一些對於自我的檢討 或是對於同學的鼓勵 然後讓整個團隊的氣氛是越來越好的部分 操場上學生們正在進行每日的專業訓練課程 在各個專項上面教練個別指導練習 學生們除了為每一場賽事做足準備之外 在桃園高中還有一項重點活動就是體育表演會 運動選手結合各自專長將運動與表演做結合 讓大家看見體育學子的另一個面相 通過這樣的活動可以找到學生自己的興趣 有些人會發覺到他真的對一些美術方面很有天分 因為他們會自己去設計邀請卡 還有就是他們會展現他們不同另外一面 比如說我們不會知道他很會彈鋼琴 他們就會運用在這個體育表演上面 賽場上桃園選手表現結束 不只拿下亮眼的成績也讓桃園在體育界發光發熱 選手的培訓支援的依註 教練的投入缺一步刻 而桃園師的表現也驗證了桃園擁有完散的政策與支援 看完了田季 現在要帶大家來看一下柔道體育班 從國中端到高中階段 學生選手的表現讓人驚艷 現在就來看看桃園師的柔道體育班的學生們 是如何在賽事上拿到好成績 培育專業柔道人才對於教練陳俊玉來說 是一件需要堅持又富有挑戰的事情 對於學生他不會要求每個人在柔道上 都要表現到最完美 但基本的品德品性一定要完美 在課業的部分我其實覺得 我比較想要打破大家的迷思 其實不是說練運動的孩子他都代表是他不讀書 或是課業不好 我們孩子本來就有課業高成就跟低成就 我們只是在不同的環境之下 去選擇自己擅長的一個科目 然後去做執行 練體育的孩子非常辛苦 他六點半要起床 然後練練練再來上課 然後到下午練習 他根本沒有像很多孩子 他可能放學都是有自由的時間 那其實我覺得除了訓練這個部分 課業對於國中生是很重要的 在我的觀念裡面 你是學生 然後第二專長是叫做柔道或者是角力 你的本分第一位叫做學生 我不管你功課考得好不好 但是你該有的學生的品性品德 包括你的作業缺交 腳交的程度 你都要做 我不會要求孩子考100分 但是我會要求孩子準時交作業 在會計國中的柔道角力體育班 有30位男同學10位女同學 一共兩位教練一位實習教練 在訓練選手方面 他們用過來人的身分 也是學長姐的身分來教學生 如何面對自己挑戰自己 在競賽中打贏比賽 對於孩子他比如說比較有成就的 比較高的時候 那我覺得應該是給他更嚴厲的指導 你不可能永遠都站在巔峰 你一定會掉下來 所以我覺得是 在我的觀念裡面 越優秀的孩子就要越嚴苛 那當然孩子常常會抱怨 老師為什麼他這樣做可以 但是我這樣做要被賣 那我會跟他說 因為你比他優秀好 就這麼簡單 對於越優秀的人 當然要求就越多 對不可能說每一個人都是 我都用最低階在看你 你今天這麼好 我當然要提高對你的標準 因為我每日選手出身 所以當學生在技術或者是態度上面 遇到困難的時候 我們就會著重於他的現階段的目的是什麼 如果是成績的話 那我們就帶領他 可是他如果就是在努力跟上 可是他沒有尋求到認同感 那我們會請求同儕去協助他 因為他們之間的溝通語言會比較相近一點 回饋母校我覺得是蠻重要 我覺得這個就是培育我的地方 孕育我的地方 如果沒有這個地方的話 我可能就跟外面的朋友 常常在我脫離那段時間 我可能就走偏 然後也是因為還好有那個俊宇老師 他一直就是提醒我 或者是一直跟我聊說 就是把我拉回正途 我才能有今天這樣子 柔道的訓練不只是要訓練體力耐力 還要抓準對手的心力 更要透過平常的苦練 才能達到理想中的成績 對於學生選手來說 每一場比賽都要盡全力 我和我哥哥在練習的時候 就是我們哪裡動作不好就會互相溝通 然後雖然講話都不是很好聽 但是就為了對方好 所以在比賽的時候 我就是也是一樣 會一直去警告他 就是教他怎麼做 他也會教我怎麼做 他可以增加我的自信 然後還有成就 柔道角力體育班 這些年來也透過教育局的補助 以及支持 在經費的投入下 也逐漸改變軟衣體 以及加入專任教練 這幾年來的佳績也證明了 教練與學生的努力和付出 對於校長黃金針來說 看到這樣的表現 是讓人感動以及欣慰的 柔道角力更是我們常勝軍 就是我們的在陳俊毅教練還有 劉天偉教練的帶領之下 他們每天大概六點半 就是一天量就開始訓練體力 到大概八點左右 那下午除了專訓課之外 我們第八九節 他們也是很認真在練習 所以他們除了體力之外 那下午專訓課 還有八九節就是訓練技能 所以他們我們常常在校外比賽 比如說今年中長運 全國中等運動會 得到七斤三贏四銅 那我們上次市政府也特別 就是召見他們來表揚他們 體育班的專業人才培訓銜接 需要完善的升學管道 在柔道方面 楊明高中 壽三高中 都是培育專業柔道 角力人才的學校 這些年也拿下令人驕傲的表現 教練吳文順 以專業和要求學生自我激勵 讓選手們在面對每一次的挑戰 都可以盡心盡力完成每一場比賽 除了提供給我們 這麼漂亮的柔道場之外 它有很好的燈光 有足夠大的環境 給選手訓練上比較安全 他們也可以充分發揮 除了柔道訓練外 他們也提供給我們一個紀錄訓練場 我覺得那是非常難得的 有很多高中來講 他們沒有一個完整的紀錄訓練場 但是梅高友哥 沒有一個完整的紀錄訓練場 讓他們在紀錄訓練上 是更有完善的發揮 從國小五年級開始學習柔道 從國小五年級開始學習柔道 然後我在國二的時候 拿下人生中第一面全中銀金牌 然後就一直 現在是持續領霸到高一 然後在今年高一的時候 拿下了就是 後面以求的雙金 在技術上還要再加緊練習 對 然後未來可以全中運2.8 對於高中生來說 升學是必須面臨的一個挑戰 學科成績也展現了升學的一部分要求 對於高中體育班同學來說 會不會影響升學呢 練體育孩子成績會跟不上嗎 其實是錯誤的觀念 體育班除了在專業科目上的培訓外 學科部分 老師學校也會利用其他的時間來補足 校長周月亭 除了肯定教練的付出外 也肯定學生們的表現 在學科上 他們也很努力地證明自己 所以只要肯努力 沒有什麼不可能的 高梅高中在去年成立的體育班之後 柔道角力項目 是我們強推的一個項目 特別是在整個場館的建制上面 我們得到教育局經費上的補助 我們建制的最優質的一個 柔道角力的一個場館 讓學生可以在安全 還有專業的教練指導之下 培養他們未來在國內賽 國際賽當中 應付各種不同的選手當中的一個實力 桃園市目前有58個學校 176班體育班 專任運動教練一共90名 市府教育局在未來 也會針對各校的需求 提供更加完善的軟硬體 以及教練師資 讓桃園的體育人才 可以有空間舞台來培訓表現 替桃園爭光大放一彩 歷年來 桃園一直是培育 跆拳國手的重點城市 而體育班的軟硬體和教練 教育局也全力支持 看完了田徑 柔道後 現在要帶大家來看一下 跆拳學生如何開創夢想 在賽場上拿下勝利 本校的跆拳道主要是由我們國中 三個年級的體育班所組成 陽光國中小 我們是九年一貫的學校 所以我們的學生來源 基本上從國小就開始砸根 國中以後我們就 讓他們進入體育班 體育班我們主要有 跆拳 極見跟田徑相類 但是目前我們以發展跆拳道為主 在我們博士教練的訓練之下 我們這幾年跆拳道 也有非常好的表現 包括在一些全國的大小比賽 像暑假的全中運 我們就得到三斤的成績 充滿活力熱情 這群國中孩子 可是跆拳道好手 他們都是陽光國中小型一般的學生 學生選手扎扎實實地集中對方 綿密持續地攻擊 扎實地訓練 讓他們在各項賽事都拿下亮眼的成績 這幾年 其實小朋友就是多時間去陪伴 然後多時間去陪他們去訓練 找出他們的不足的部分 再加以補強 因為小時候很喜歡跟人家打架 然後就一開始只是來練好玩而已 然後就出去比賽不小心拿出成績 是覺得很酷很帥 然後防身用 然後最後因為越練越有興趣 所以才進入體育班 然後練習變自己的專長 在國中端的扎實訓練 學生選手的升學選擇上 桃園市的平鎮高中 北科復工 揚美高中 都是有設置跆拳項目體育班的學校 而且在賽事上成績非常優異 也培育無數的國手 更替台灣在世界爭取榮耀 其中北科復工在跆拳道的培訓上面 除了加強選手們的堆打品實動作 也鼓勵學生勇於突破自我挑戰自我 我們的孩子有很多都會拿到 全中英的金牌 或者是前三名 我們都會跟他講說 這一次比完賽就結束了 那你要朝向另外下一個目標 而不是一直存留到說你就是金牌 因為如果他一直存留在說他就是金牌 他可能就會不努力了 或是怎麼樣就會導致退步 那如果選手比賽輸了 或是什麼樣的狀況 像對打的部分 我常常會在賽場前告知他們說 比賽是為了自己比 你只能夠把自己該做的本分做好 那至於裁判給分與不給分 那是裁判的事 不管比賽如何 如何就是要把比賽的過程表現好 從我們剛進來到現在都一直很照顧 就不管可能以後要考大學 什麼之類的教練都會 就是會詢問我們的意見 然後都會 都會幫我們準備好問好事情 什麼都會幫我們準備好 然後福利什麼都幫我們爭取得很好 我自己也是品視的國手 然後大學畢業的時候 自己還在迷惘的時候 身為平均選手應該都會希望自己有一個代表隊 就會想說 既然當選手 就是在這方面有一個不錯的成績 那也會想要回到母校來幫忙協助一下 讓自己母校的平視隊可以越來越好這樣 剛開始是覺得這東西很酷 就是進來這樣玩玩看 然後一玩就玩到現在這樣 因為小時候媽媽怕沒有人照顧我和姐姐 然後所以把我們送去練台肩招 原本只是練好玩而已 然後後來的時候就變成專長 就因為高一高二都沒有打過全中獄 然後就覺得高三好像不能就是放棄這個機會 還是要拚一下 這邊的這個體育運動中心 如果可以把它把它建置好的話 應該對於整個學校未來體育生 他們的一個訓練會有很大的幫助 除此之外北科復工的品勢 還自己開創了品勢舞蹈表演 再現出學生們的另一個面向 選手會自己去編排吧 對 因為以前從 我就當北科的選手 學選手的時候 我們就是都自己學自己去編排這樣 說到平鎮高中的體育班 大家可能會想到棒球隊 除了棒球隊 平鎮的跆拳道也是非常出名的 不但培育多位國手 在各場賽事獲獎連連 總教練陳維新 除了是奧運教練團成員之一 也培育無數國手 對於他來說 帶選手是帶心 他也講求機率 要求選手在專長與課業上 動需全面努力 我們有很好的一個訓練的體系 那在這個 尤其在訓練當中 我們除了拔肩以外 我們也顧底 對就是我們不會只顧及到這種 優秀的運動員 我們會想辦法讓這個 底下的這些選手們 都能夠有一個目標 有一個方向 能夠在這三年當中 有創造他自己的一個 個人的一個家機 那當然 不管是拔肩還是顧底 其實我們的品性跟品德的教育 去放在第一個重要的地位 那因為不管你的成績再好 或者是你的成績不好 其實做人做事的道理 其實是相當的重要 讓我去練一下身體 讓我免疫力好一點 然後到國小其實就都在練心血 然後國中的時候就想說 因為也有升血這方面的問題 就想說把他當時 就是做那種跳板 然後所以選擇體育板 然後之後慢慢有打出一些成績 結果發現自己好像 欸好像還可以 我覺得跆拳道就是給我滿多幫助 因為我現在有成績 所以會有福利 然後這些福利可以幫忙改善家境 對 然後我也覺得在打對練的當中 你來我往這樣子很帥 對 然後 也很享受比賽的感覺 給予各校體育班完散支援 以及配置專任教練 師傅教育局也全力支持 對於支援經費的投入 各校除了認同外 也感受到師傅的用心 那個年代的時候 沒有專任教練這個職務 其實就是很多是那種老師 像迴星教練這樣 就是老師兼教練 其實那其實 這樣子其實在教練的 我覺得職務他會比較繁瑣一點 因為可能像迴星教練他必須要行政 他又要訓練 其實就會比較辛苦 可是當我們這個缺出來 其實對我們年輕這一輩 我覺得是一個更多的機會 就是而不是像我可能就是沒有學成 可是如果我沒有學成的狀態下 我就不能當老師 可是我有專任教練證 那我可以透過另外一個管道 去做專任教練的這個 就是變成我覺得是 在指導上面 當然我覺得是多一點 就是對我們這種年輕 對我們這一輩 比較多的就業機會 那在訓練方面 我覺得專任教練這個職務 其實可以比較多的時間給選手 預備 如果說桃園的體育資源很少 那我想台灣其他的縣市應該會更可憐 那在評論高中的體育班 其實情緒都相當的優異 重點是在我們在各選手項目 都有運動專任教練 運動專任教練 對我們的一個各項目的選手而言 是相當有助益的 運動專任教練是單向專場 受過訓練 而且有證照 當然我們也是希望 每一位的專任教練 都能夠提升自己的技術 培育好的選手 需要完散的軟硬體支持 對需要學校的大力配合 以及教練武師奉獻 帶選手帶息 選手也用表現來回饋 桃園市跆拳道近幾年來的成績表現 替桃園在全國 甚至在國際上發光發熱 未來他們持續努力 繼續替桃園替台灣爭取榮耀 看完了體育人才的培訓 認真的覺得真的不容易 不只要教育單位全力支持 學校教練也要全心投入 最重要的是 桃園的學生認真努力 讓人感動 讓我們一起為這些學生 選手們加油打氣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